每日模组合成器 今天我想要来介绍 这个周末我将要去演出用的META的系统 我把这个系统分成左右两半 可以看到非常的简单 右半部就是Mixer的部分 Mixer在这边我使用了4MS内建的Stereo四轨Mixer 那这里做了一点点小小的小花招 就是Input1跟2都是Mono的 Input3是把同一个Input复制一个CVDelay之后 做成Stereo 也就是说我只要接一个声音进来 它就会做成Stereo左右跑出去 那Input4是用这个Input5、6去做一个Stereo的组合 就是我有个假Stereo跟一个真Stereo 那所有的声音再出来以后呢 会再经过一个 这个有Clock的Delay 那Input1我计划是大鼓的部分 所以这个Input1呢 我要把它送给 这个4MS的另外一个Delay 所以Input1在这边一个大鼓进来 变成另外一个Delay出去 就是一个有16分音符的Delay 这个Delay我不打算去动它的量 好 那在Sequencer的部分呢 我一样使用了两个LFO作为Clock 跟Reset的设计 那出来的部分 因为这次的演出主要是节奏取向的 所以我放了比较多的节奏的Sequencer 在这里我有个节奏的Sequencer去负责 我用三排节奏加上Switch 来负责Kick的节奏 主要的节奏 然后用第四排 节奏作为Hi-Hat的节奏 这里第八个这一点 是拿来做Switch的Clock切换 那除此之外呢 Kick跟Hi-Hat我都在送了两个Embrot出去 给Output给我的硬体 然后其他的CV呢 我在这里准备了两个CV的Sequencer 在这边 跟一个Euclidean Rhythm的Sequencer 这个Sequencer也是两个Sequencer 所以我另外还Output了两个Euclidean Rhythm的Sequencer Envelope跟这两个CV的Sequencer 那这两个CV它的Clock 也是由Euclidean Rhythm去做出来的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计划要使用的系统 还没有真的在硬体上面试试看 试过 所以比较担心的当然就是 这个CPU跑不动 因为两个DLD 它其实蛮吃效能的 所以有点担心 那马上就来试试看吧 好 所以我刚刚把我的这个Patch呢 Load进了 放进了它的SD卡里面 马上就来试试看 跑不跑得动 好 命运线一刻 大于99 大于99 不行 好 不过我不会在这里就停止 我把一个CV 把一个CV的Sequencer 拿掉看看 有时候这样子就可以了 可以了 OK 可以看到现在的 这个CPU是75%左右 那我也有遇过平常写75% 可是后来用一用太多就不能用的情况 所以可能把它接到硬体之后再跑久一点 如果可以的话再录一个实际在跑的影片给大家 OK 那 嗯 有点意外 它就很可以 OK 所以我要来试试看阴体了 明天见 拜拜